每次上課的話,我有把影片放在論壇 然後上個禮拜的部分,上個禮拜第七次,今天第八次 所以等於是我們的課程已經上一半了 所以後面的話,慢慢我們要在等於是下半場的階段 那課程會越來稍微會再提升一點難度 所以各位要點心理準備 那大概簡單說一下上個禮拜的一些重點 上個禮拜大概基本上主要就是把樂透彩的歷史資料那部分把它做個結尾 那裡面有一些地方可能同學問到的部分 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說,像那個定義名稱的部分 名稱的話其實有個物件叫做NAM 就是定義名稱的話,它的物件名稱叫NAMS 那如果你要刪除的話,就是NAMS跟Delete 當然你要跟他講說哪一個 那當然啊,一樣,NAMS刮斧有沒有 裡面的話,第幾個,你可以給第幾個所應值 然後,另外的話呢,你也可以怎麼樣 你也可以跟他講哪一個啦 不過,這個地方比較麻煩一點就是說 我們上次好像只有做到那個刪除其中一個 就是刪除我們那個大樂透明 因為我們重新下載資料的話 他好像那個名稱的範圍會跑掉 所以我們會先把舊的名稱給刪掉 然後再新增一個給他指定範圍 OK 我想好像這上禮拜其實是有提到 這個在雲端白板上面的應該這邊嘛 然後提到有關那個名稱的命名 我好像有把它層次給放上去喔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當然也有同學 也有提出新的問題 對,好像後來我們有再增加在這裡 定義名稱 我們就是先把那個大樂透的名稱把它刪掉 所以以後呢,如果假設你不是用人工的方式刪除 因為如果假設你要人工的方式刪除的話 那變成你必須要先開啟那個 就是,比如我把那個上一次這個範例 我看一下,大概透這個 那當然呢,如果你要透過那個人工的方式去刪除的話 那其實蠻浪費時間的 我看一下上禮拜這個 大樂透,在這裡,OK 然後呢,你可以看到這裡面的話 資料裡面,公式裡面有個名稱管理員 那這邊的話,有一堆的這個名稱 那假設說你要把它刪掉的話 那當然你要變人工的方式 你要自己在這邊刪除 那刪除之後,你要再重新定義啦 那當然呢,如果假設你什麼都已經自動化了 那最後一步,那個名稱命名 你變成說,你不能夠透過程式來做的話 那其實變成說要差一個步驟 所以上個禮拜的話,我們就增加一個什麼 把那個舊的名稱刪掉 那如果你要新增那個名稱的話 就是叫add,有沒有 nance這個物件名稱 它裡面有一個方法叫add add這個名稱給它 那其實你add的話呢,需要給兩個參數 一個是什麼名稱,那一個是哪個範圍 那範圍的話呢,這邊可能會需要多 跟他講就是哪一個工作表 因為未來的話呢,我們大樂透 這個是會需要兩個工作表 一個是原始資料 那一個的話呢,就是我們最後 就是要做那個,比如說算機率啦 排名次啦,這個工作表 所以呢,相對於這個工作表 前面這個工作表就是sheet1啦 所以特別注意,如果是跨工作表的話 那一定要注意喔,這邊一定要再加上個sheet1 點range,哪一個range 那這個很重要 因為常常同學這個地方 比較容易忽略而造成錯誤 那還有一個部分就是說呢 因為這個資料呢,它會不斷增加 所以特別注意,我這邊又增加一個向下追蹤 如果這個向下追蹤你沒做的話 那將來喔,你如果給他固定的範圍的話 比如說像我們上個禮拜好像ctrl向下 這個範圍好像到2154 可是問題喔,如果你現在喔 假設說你重新再下載的話 可能因為上個禮拜的那個 等於是一個禮拜好像會開兩期 所以應該數字會增加 那但是如果你沒有重新定義名稱範圍的話 欸,它應該會用舊的喔 所以我們看定義名稱一下 這個名稱的範圍 它是到那個2154嘛 那假設啦,如果我重新下載的話 我沒有去更新那個名稱喔 那這個名稱喔,它也只會到2154 所以我需要怎麼做 我可能就需要怎麼做 如果以前手動的方式可能要刪掉 然後再重新定義名稱 那名稱的範圍可能就是 要把它改成2156嘛 那當然如果假設你全部都已經透過程式 那最後我們如果加的話 那實際上呢,是可以加上這個敘述啦 就是先把舊的刪掉 然後重新定義 讓它向下追蹤喔 所以特別注意喔,向下追蹤的這個部分 把它加上去喔 這個其實延伸還蠻多的啦 我發現同學蠻認真的 有同學回去喔 還特別去算 因為我們上個禮拜好像只有算前七名 然後有同學是希望呢 不要只有前七名 他希望呢 按照那個號碼的順序 全部都把它列出來 等於1到49號 他是希望1到49名 全部排一下 當然可不可以 可以啦 絕對沒有問題啦 只是說你要必須 再想一下那個程式的邏輯 還有同學想說 因為好像我們上禮拜是有重複的名次 有兩個嘛 那他想說如果要有第三名 有重複有三個怎麼辦 我們上禮拜好像只能夠針對那個 重複的名次只有重複兩名 去做做解決 重複名稱嘛 重複名稱部分喔 那如果假設吧 還有更重複的名稱的話 那變成說喔 壓部就是說呢 好像我們前七名有沒有 按照順序 我好像只有if有沒有 跟else 所以如果兩個ok 因為是 這個如果沒有 沒有重複的話 放在那個原來的位置 那如果有重複的話呢 那就放在他的下面一個儲存格 那當然喔 如果你預期啦 頂多就三個 那你再加一個else 衣服就好啦 就是在這個地方有沒有 你可以把這個衣服 把這個 擀做c嘛 然後你這邊的話 再加一個 然後這邊再加一個else 有沒有 讓他else一服 有沒有 然後呢 讓他怎麼樣 如果 這個就k加1嘛 底下這個k加2 k加2 就是說下一個下一個 那做什麼呢 把它放在k加1的位置 這樣就ok啦 就是這個是放 就是 k列的下一列 那如果還有重複的話呢 那再放在他下下一列 那你說老師 如果超過三個怎麼辦 如果超過三個 你可能要寫回圈的 回圈怎麼寫呢 你可能要都化回圈 就是說你先判斷 直到他 那個儲存格裡面 就是說呢 當他是空白的喔 如果他裡面不是空白的 那你就一直往下放就對了 可是問題 邏輯會變很複雜啦 所以基本上的話 那你就是直接寫 這樣子已經算很ok了啦 好 那就是有重複三名的 那如果你說重複四名怎麼辦 那重複四名再一個嘛 就是把這個嘛 再複製 這兩行的嘛 再c 然後呢 你就是 他頂多應該我這樣 四名應該差不多啦 那這個怎麼樣 k加2嘛 這個k加2 有沒有 那往下放 然後這個的話 就k加3就可以了 反正就是 這個就頂多 就是四名 應該不太可能會有 超過四名重複了吧 ok 那這樣應該就一直往下放 那也是一個解決方法 不然你就是要寫 都化回圈 如果你不會寫的話 我發現有一個方法喔 你甚至你可以 所以怎麼樣 可以貼到那個 ChargePD跟他講一下 你說請你幫我改成 那個用都化爾迴圈寫 他是可以幫你改 而且寫出來 應該是正確的 ok 好啦 那所以上禮派的部分 大概就是有同學問了幾個問題 好像有同學 我把這個復原一下 因為頂多大概就 兩個應該就差不多了 ok 如果三個的話就是 Ctrl Y ok 就是加一個這個 然後就是再加一個LIF 有沒有 然後這邊把它加1 這邊加2 這邊加1 所以這個是不加1對不對 下一個就加1 下一個就加2 如果還有一個就加3 頂多就是4 重複4個名稱 4個名次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是同學問到的問題 還有一個同學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這個第一名稱裡面 他是希望把它全部清空 那我們之前其實就做一件事 就刪掉大樂透 然後再新增一個新的 可是他的問題是希望把它全部清空 當然如果你要全部清空的話 其實也不難寫 但是有一個可能比較麻煩的地方 就是你怎麼去刪除 刪除我們前面講過了 就是剛剛提到的那個 刪除大樂透的這個 剛剛才有提到的 其實就是在雲端百板上面 我後來上個禮拜有加了這個 重新定義名稱 那其實關鍵的地方就是 這個啦 NAS.delete 可是問題你不知道說 到底名稱是什麼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全部刪除 那我教過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在開發人員 這邊假設我們在寫一個 也許叫做什麼 一個SUB好了 我把它在底下寫一個 叫做 然後 刪除 那如果假設 因為如果你要用人工的方式刪的話 那其實你可能要到公式的名稱管理員裡面 變成你要 他不知道有沒有按SHIP全部刪 可以耶 按刪除 OK 那可以把它全部刪掉 可是變成說 這個變成要人工的方式刪 那同學是有問到一個問題說 那如果我希望呢 可以把它一次全部刪掉的話 那其實很簡單 跑個回旋就好啦 所以 如果你要全部刪的話 那當然你可以寫一個SUB 這個SUB名稱的話呢 也許我們叫做什麼 叫做 也許刪除所有名稱嘛 可是呢 可能要特別注意一點 就是說如果你要刪的話呢 你變成你要先知道幾個問題 就到底裡面有幾個名稱 所以你可能要跑個回旋 for i 等於什麼 等於那個nance 假設啦 他的我印象中 我記得他的順序不是從0開 他從1開始 1到哪一個呢 最後那一個 那你怎麼知道總共有幾個 那你可以呼叫一個叫nance.count的一個屬性 nance.count的話呢 你就可以知道說呢 總共有幾個名稱了 然後接下來的話 其實你就是呼叫一個什麼呢 nance 它裡面有一個delete的方法 那你這邊可以其實加一個i就可以了 點delete就可以了 把這個加上去 他就會幫你把它先刪除第一個 有沒有 第一個delete 然後再刪第二個 第三個 一直刪到最後一個 就可以把所有的名稱刪除 可是喔 這個地方喔 如果你執行的話 會有bug 什麼bug 因為我後來試了一下 我發現呢 在VBA裡面常常會發生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你刪票第一個的話 他可能會發生一個問題 就是他會把那個第一個的位置 第二個會補上 所以喔 變成順序會亂跳耶 OK 那我怎麼知道 其實我習慣會這樣 我先要檢視裡面的那個 叫做 即時運算式窗 那我就想說 試試看好了 比如說我先print一下 我先 這邊 print的話就問號了 即時運算式窗 有個好處就是 如果你假設 你先預想知道一下 比如說我想知道第一個的名稱 那你就用name name name 這邊有一個 屬性叫name 你會發現 他的第一個名稱 好像叫這個 第二個名稱叫什麼 第二個名稱就是大樂豆 第三個叫什麼 OK 所以啊 如果假設你想要知道第幾個的話 那你其實可以直接在這邊 用前面輸入一個問號就是print 把這個名稱 把它給print出來 再來的話 那如果你輸入0的話 我是確認一下 你會發現0 他說 正列所以超出範圍 那意思就是說 那個名稱裡面沒有從0 它從1開始 OK 可是問題來了 那我怎麼知道說 到底 這個nance裡面 到底有幾個 這個名稱 你可以拿 nance.con 我剛剛有用到一個叫con 其實在物件裡面 有很多都會有這個屬性 這個屬性的話 就是會告訴你說 你這個名稱總共有幾 它出現652個 OK 所以652個 那假設說 我就試了一下 如果我今天 我先把第一個給刪掉 第一個如果要刪掉的話 那當然我們可以在這邊 輸入一個叫nance 然後第幾個第一個 把它給刪掉 點delete就好 可是我會發現 我把第一個 前面就不要加問號 這樣執行的話 它就會直接把第一個 第一個好像是這個名稱 可是我剛剛有試過了一下 我發現 我如果把第一個刪掉之後 它原來的位置並不會空下來 而是說它會把後面的名稱往前推 所以它的順序好像就會亂掉 我們試一下 第一個delete OK 它會出現 它居然出現這個錯誤 它找不到這個 所以這個好像沒辦法刪除 它會出現這個錯誤 然後如果刪掉第二個 第二個delete 第二個沒有錯誤 那如果假設 我把第二個刪掉了 那我現在把nance2 把它給名稱print出來看看 因為我把第二個應該大樂透 可是你會發現 它這個做print出來的結果 是這一個 那顯然 它這個刪除之後 後面的資料會往前地補 所以如果假設 你希望寫一個 全部刪除那個名稱的話 那你不能從頭刪 為什麼你刪第一個之後 如果你要刪第二個的話 其實它已經順序變了 所以理論上 特別是喔 在VPA裡面 才會見到就是 你可能要反向刪除 也就是說你要刪除的話 你可能要先從最後一個 刪到第一個 然後後面的話 加上一個step 記得喔 反向的話 一定要加一個step-1 意思就是說呢 我從最尾巴那個 幫我一直刪 刪到沒有為止 再來的話 因為刪除名稱 可能會常常出現一些名稱 是隱藏的 或者像剛剛說的 第一個 其實刪會出現錯誤 所以如果假設 最後如果你怕說 刪除會發生一些 這個特殊的那個 刪除不了的狀況的話 你們可以搜尋一下 網上其實會 常會加上一個敘述 就是如果 刪除發生錯誤的話 你不用管它 你直接就跳過去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在 step的第一行上面 加上一個敘述 叫做呢 onair 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e-r-r-o-r 如果onair 就是resume 就是繼續幫我往下跑 不要告訴我錯誤 這樣的話 其實就寫完了 特別說 如果有加這一行 跟沒加這一行 最後差別是說 如果它假設有bug的時候 如果沒有加這一行 它會跳出來 就停住了 但是如果你現在這一行 程式基本上 就無敵了 什麼意思 就是以後如果發生錯誤 它也不會 反正你 不過這個意思 幫我把它全部刪掉就對了 如果有錯誤 你就略過 不要管好了 所以我把這個執行 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刪除所有的 這個名稱 不過你刪掉這個名稱 這個也會發生錯誤 不過不管 我們先把它刪掉 OK 刪完之後 我們再確認一下 就是 剛剛的名稱 是不是全部刪光光 裡面空的 當然 如果你假設要再新增的話 你就是自己再利用 上個禮拜講的 這個定義名稱 重新再定義一下 一樣 就是 所以這行 如果假設重新定義 就add add它就可以了 所以剛才有同學問到說 如果想要把那個 所有名稱都刪掉的話 那要怎麼做 OK 所以這個我想 我一樣把這個 把這個刪除所有的名稱 一樣把這個程式 我乾脆就放在這個 這個底下好了 給各位參考一下 OK 好 那待會兒的話 我們就接著再繼續來看 就是 上個禮拜好像也有講到 再來就是講到 有關決勝這個格式 這個格式的話 如果要解析 那應該怎麼做 因為這個決勝格式 蠻特殊的 主要是說 這個格式 跟那個CSV 差別在太大了 為什麼 因為它裡面 也不是只有 豆點 豆點跟那個 換行 它其實這個格式 它這個蠻 蠻特別的 主要是它連刮弧有沒有 還分成兩種 一種叫大刮弧 一種叫中刮弧 那如果你是大刮弧的話 變成它有個key跟value 所以key前面嘛 value的話是後面 那中間一定會有個冒號 那如果假設你要抓的是前面的key的話 那特別注意 你就是要知道說 你的資料在哪裡 你把後面的value抓回來 那我們上禮拜 其實有分析 要怎麼做 最後其實 我有跟各位講說 如果你假設要分析的話 像這種格式 其實真的不好理解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 我是建議 你可以記一下 有一個網址 就叫Jacksonedit Jackson 有沒有 然後edit 其實打一個Jackson這邊就出來了 Jacksonedit 那這個網站的話 它是一個雲端的編輯器 它的好處就是說 以後如果假設你遇到那個Jackson的格式的話 那如果你不想花太多力氣去解析它的 很簡單 就是 你就把剛剛的這個Jackson的資料有沒有 Ctrl-A Ctrl-A的話就全選 Ctrl-C 就把它複製 然後呢直接透過Jacksonedit 幫我解析就可以了 解析的話 很特別注意 不過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一定要切到test 然後呢 把這個的裡面的資料 我的奇怪也是Ctrl-A啦 Ctrl-V貼上 把它蓋掉就對了 然後呢 那再來就是切到那個它的tree 也就是呢 幫我轉換成那個 有點像樹狀結構 把它當成一個物件來分析 OK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這個樹就出現 那你可以把它收折 那裡面可以跟你講說 你這一顆這個物件 低層裡面的話呢 總共有10個key 那10個key的話有這些 那請問一下 你要抓哪個key裡面的資料 那看一下 好像這裡面78個這個 所以我要抓的是這個recourse裡面的這78個資料 所以你可以再把這個展開來 有沒有 所以喔 等於是說如果你要解析這個json的話 那其實就簡單很多啦 所以第一個 你可以把這個物件先抓過來 第二個的話呢 你跟它講說我要recourse 然後呢 裡面的資料 那裡面的資料呢 你可以再展開 也大瓜糊 那也是key跟value 所以如果你要後面的資料的話 那你再跟它講說 喔 我要recourse裡面的哪個key的資料 那幫我把它怎麼樣 抓下來 放在哪個位置 所以上個禮拜基本上就是講 那請各位喔 先試著把它稍微複習一下 就是那程式碼其實就在這邊 我們要把它解析的話 但是要解析那個json格式喔 新的版本是比較簡單 因為新的2019以後 它其實有內建一個功能 就是資料裡面的 取得資料裡面就會有個重json 你就不需要 但是啊 這個其實也有點複雜 不太好用啦 不過至少我是覺得2019之後 它有個功能喔 那如果假設呢 你沒有新的版本 其實一般公司也不見得 一定會馬上買最新的啦 所以如果當你還沒有最新的版本的話 那其實上個禮拜就是講到怎麼做 這個方法 但是其實網路上呢 關於那個 ysail裡面怎麼去存取json 其實分享不太多 不過我找了一下 我發現網路上喔 最簡單的大概兩種方法 上禮拜先講第一種 可是第一種方法有個缺點 就是我必須要先下載一個模組 有沒有這個模組在這裡 那我是把它放在這邊 因為它這個網站其實 裡面已經有提供了 可是你們要自己找不太方便 所以我上禮拜有提到 第一個你可能要先到那個 我們的雲端裡面 去找到那個 我好像記得我是把它放在 安裝範例 對安裝範例裡面 那這邊其實就會有一個那個 就是 叫什麼 jsonconverter.bs 應該是放這裡 雲端白板下面這邊 其實兩個地方 這邊也有啦 那它是一個 這個IP檔 那我們就是把這個jsonconverter 第一個一定要先放進來 OK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